对于这个书法的一个创作研究之外 我觉得如何把汉字之美将它布置在 或者说融入到我们周遭生活环境 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推动的一个美学的工作 我在担任中文系系主任的时候 我特别向四位大使名家求得孔子有名的四句话 二十年下来 现在其实很早就成为我们很重要的人文地标 书法为人文景观的一个特例 中兴百年学统更创世纪风华 挂在惠孙堂 等于说对于那个建筑物 它就赋予它一种精神 一种灵魂 我对于书法的兴趣当然是从小开始 但是一直来到了大学 我等于说是有机会跟一些大师名家来学习 而且是亲自他们的风采 我当时从台北法商转到中心中文的时候 等于说是有一点过河竹子那样的勇气 一路走到底了 所以当时的反对声音也有坚定的选择一样 你可以终身从事乐在其中的一个项目 最后来我选择了书法 我现在回过头看我当年写的这个诗 因为是课堂上写的 所以也没有来得及特别用意 所以就保留它的原貌 而这个书法呢 我从高能力研究所一直到博士班 我都是一股脑的就投入 从来也不会去问这个未来市场在哪里 我后来就把这个勇字八法呢 整理出很好的一些论文的篇章 这就是在困难当中 也能够从这里面来钻研 得到一种学术创造性的发明的乐趣 我自己是过来人 所以对于同学们兴趣志趣的选择 我们一定是要充分地尊重 让他们能够视尽地发挥 所有的艺术创作当中 只有书法 它同时是艺术创作 能够自得其乐 演奏一首无声的音乐 它还有实用的功能 现在拿起笔 正笔直书的当下 那就是实用功能 一支笔在手 能够写得称心如意 也让别人产生一种欣赏赞叹 这也是一种实用功能的肯定 从转系以后到任教 曾经有一些 我觉得很不太能够接受的波折 但是我会因为那样 我就不写毛笔吗 不会嘛 这个时候我很感谢 我原先的坚持的热情的书法 这个书法能够滋养我的 从小到大 一以贯之的兴趣跟热情 等到我有需要它的时候 我又回过头去 从这边又得到 很大的一种幸福感 数十年没有中断的书写的动作 不怎么讲究写字的时代 但是这个美好的一些文化 跟素养有关的东西 在台湾这边 似乎是有一点衰落的现象 但是你时代再怎么转变 美好的东西 它仍然有它的价值 因为他们讲拖把是频繁的东西 然后可以写出这样的字叫做繁殖 平繁中显现其价值 其比 收比 运比 然后运转之间 写一写我也觉得 也有一种很畅快的感觉 好玩吗 我记得还不错 很想再来一次 好玩吧 我记得很玩 好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